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值是蒸发掉了560亿澳元 跌幅达到了3.12% 最终收盘是下跌167个点 收在5113点 那中国方面虽然没有像澳洲跌那么多 但是也有大约是1%的跌幅 上阵指数跌幅是1.3% 收在2854 深圳方面跌幅为1.05% 收在10100点左右 那么与中国跌幅相对较小不同的是 欧美股市受到英国退欧影响是相当之强烈 特别是欧洲方面 像德国是收盘还是下跌了6.8% 那欧洲整体走势就是欧洲指数300的话 开盘时候最多是下跌达到10% 虽然最后收盘的时候回来一点 但依然最终是收了下跌6.5% 法国跌了8% 那最终英国自己是跌了3% 那在另一方面来说的话 美国方面三大指数也同样在周五遭遇到了重大打击 包括了标普500 纳斯达克和道琼茨指数最少下跌3% 多的下跌了4.1% 那纷纷各自都是创下了过去几个月 甚至于过去一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标普500同时是吐回了2016年的全年涨幅 那么在其他产品上 大宗商品方面 原油价格因为这个事件也是下跌了4.9% 但是黄金作为避险产品 在周五的当天最多时候是上涨高达100美元 最终是上涨了是57美元涨幅为4.2% 那在外汇方面英镑就不用多说 最多的时候呢下跌1800个点 虽然最后呢是有所反弹的 但是依然是下跌超过千点 日元呢同时则作为这个避险产品里面的 货币的避险产品保持了强大的升值 其他的非美货币呢 大部分都下跌超过300个点 那今天的热门话题 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个英国退欧的对于世界金融局势 所产生的影响 那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了 这个英国最终现在是退出了欧盟 要需开或者说是至少要启动 退出欧盟的程序 但是呢在上周周五早上9点半之前 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投资者 就连英国自己本身 这个媒体和报纸呢 也都觉得英国这次投票呢 肯定是会留在欧盟 那么这个判断的话呢 也体现在当时的金融产品走势上 比如说黄金一直是下跌 英镑呢是连涨了四天 欧洲股市也从周一连续上涨到周四 连涨了四天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 绝大部分人呢都坚信的是九点半 出来的结果呢肯定是留在欧盟 要多一些 那结果呢到了九点半 这个英国第一个大都会城市之一 桑德兰出结果 结果呢是大跌眼镜 那反而呢是这个退出欧盟的人呢 占据了多数 而且票数是远超留在欧盟的人 那这个戏剧型的大翻转呢 也直接是把英镑的价格呢 对美元价格是打下来了八百个点 而且是仅仅在两分钟之内 英镑就下跌了八百个点 其他的金融产品呢 也都像是被针刺了一下一样 出现了强烈的反弹 那所以呢从现在 然后在之后 虽然陆陆续续十几个小城市呢 是宣布留在欧盟 但是呢英镑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之后从十二点钟开始 退欧的人数呢 就一直保持在 留在欧盟人数之上 从一开始的两万三万五万 到后面的三十万五十万 最多时候呢 两边的差距达到一百二十万人之多 当达到一百二十万人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 大距已定 因为一百二十万人呢 占总投票人数大约三千万人 其实已经达到了接近于百分之三 而我们知道呢 这个即使啊 两边到最后的投票人数 全部投给一边 很有可能呢 这一百二十万人也没有办法弥补 所以说 到差距一百二十万人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时候英镑呢 已经跌无可跌 那其实呢 我们知道呢 很多时候呢 这个英国的选民啊 大部分的人 可能他并不是完全懂得经济或者金融 很多人没有考虑过 离开欧盟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 那从金融价格的走势来看呢 首先一点的是呢 我们就知道 英国大部分的选民 他们的养老金 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那不仅仅是英国方面 那我们澳洲方面呢 也同样啊 各位如果是 在股票上面有投资的话呢 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了这次的影响 但是呢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的话呢 这个英国那边呢 可能是意识形态 或者是文化 或者是他们自认为 比较高贵的这个身份呢 使得他们呢 做出一些往往是不理智的判断 我宁可不要钱 我也要身份 或者我也要我以前的尊严等等 那你这个就不好说了 这个非理性的判断的话呢 这不是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那么在星期五的晚上呢 应该说是市场对于欧盟 英国退出欧盟的第一天反应 我们从这个欧美的股市上 已经看出来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很有可能这个 这样的下跌形态呢 在这个星期 依然会得到延续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澳洲银行股呢 在周五的一天就损失了5% 大家的养老金呢 也至少损失了4% 所以说 如果真的你能够说 英国和我们无关吗 这不可能的是 各自大家的财富呢 都是或多或少受此影响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知道呢 这个市场在短期之内 是不会平静下来的 在目前很有可能股市会继续遭到抛盘影响 因此在这样的判断之下 我们应该做的呢 就是第一 保护我们的财产 第二呢 能够在保护财产的情况下 尽可能的在熊市内做到一些增值 那如何来操作呢 第一 尽量把你的投资选择呢 从股市内转成币钱类产品 我们说的呢 就是黄金或者日元 那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卖出股票的话呢 也可以考虑使用指数产品 卖出指数产品呢 来做对冲 保护你的股票投资 但是最好的结果呢 当然还是逐步逐步的 把这个投资呢 从股票类的风险产品转移到黄金 或者黄金股上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分析方面 首先来看澳洲指数 澳洲指数呢 在周五当天上下波动呢 是高达了300点之距 最低达到了5075 最高呢 我这个最高就不去说了 那5075这个价格呢 在今天早上是再一次得到了试探 也得到确认 并没有被打穿 因此 现在澳洲指数的短期制成线 就是在5075点 那这个价格呢 也成为了我们现在如今 可以操作的一个参考价 因此 在今天的走势上 我们可以这么参考 如果它跌破了5075 我们可以在5070的价格挂单卖出 买入单呢 则要稍微向上一些 挂在5150以上 留五个点的余地 挂在5155点 那另一方面 在澳元方面 我们来看到的澳元在上周五 也是经历了300点的波动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目前依然是无法确认 澳元的实际走势 总的来说 澳元呢 目前依然是在0.7380上下徘徊 我们知道7380呢 是区分澳元上或者是下的一个关键线 所以如果7380掉破 两天回不去的话呢 澳元将重新下跌 那如果这几天呢 一直保持在7380之上 那么我们后面呢 可能还有的看 所以今天短期澳元的策略 可以参考的呢 是在0.7515的价格挂单买入 或者空单上面来说呢 第一张空单可以挂在0.74 第二张空单呢 则挂在0.737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澳元方面 澳元的话呢 也是几乎情况是跟澳元是一样 周五白天经历大跌 晚上有所反弹 但今天周一开盘再次下跌 虽然目前下跌 没有跌到了周五最低价 但是呢 依然是一个下降趋势 下降趋势 所以呢 从现在来看的话呢 欧元几乎来说 从现在到周五的最低价 中间没有什么支撑下 所以今天总体以看跌为主 看跌为主 欧元的卖出价呢 我们暂时可以考虑在 跌破了1.1 也就是1.0995的价格呢 可以考虑挂单卖出 那至于买入单 则要等它重新上了1.12之后 换句话说 可以挂在1.1205的价格呢 挂单买入 中间的200点 我个人不参与 也不考虑 最后来说一下现货黄金 现货黄金呢 无疑就是这一次 英国退出欧盟 唯一的胜利者 作为避险产品 黄金现在呢 是长期看涨 中期看涨 短期也看涨 全部看涨 我们知道呢 在星期五的时候 黄金价格一度是猛涨了100美元 虽然后之后呢 有所回调 但是目前依旧保持在1316之前的高点之上 所以现在我们今天黄金价格可以参考的策略呢 是如果向下跌破了1007 我们可以挂单卖出 如果向上涨的时候呢 涨破了 是多少的话呢 涨过了1338以上 相对比较高的价格 1338 那这个呢 当然是保守性挂单 看涨 但如果它是保持在1310以上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以少量的价格挂单买入 市场价1310以上都可以考虑 我们知道黄金一直是一个上涨趋势 这个长期趋势目前不会变 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需要考虑的事件呢 在白天并没有什么太大事件 一直要到呢 这个今天晚上凌晨 就是明天早上的2点30 3点30分呢 是欧洲央行行长将会发表讲话 届时呢 对于欧元将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早评 我们明天见